就是呢 小朋友就問我說 水米豪姐姐 你有沒有男朋友 妳有啊 我沒有啊 妳沒有啊 對不起… 真的 然後我說沒有 那西瓜哥哥沒有跟你在一起嗎 我說沒有 我們只是好朋友啊 小朋友問我的時候我就會說 HAPPY哥 不是啦 因為我們都有互相主持節目 小朋友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跟西瓜哥哥 HAPPY哥哥還是香蕉哥哥 那妳到底是跟誰 沒有 我覺得都是朋友啊 太多這種娃娃音我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冷靜 兒子目前的狀況 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現在幼稚園大班剛剛畢業 然後呢 可是他最近跟我哈拉的那個話題啊 都是我小學五六年級 講的話題 那他小學一年級 就要加入幫派的意思嗎 我也在擔心這個事情 他現在有馬子嗎 有女孩子喜歡他 但是我正在嚴密的監控當中 就是不准還是 幫助 每天湊合 去忙 教教他 其實小孩子現在喔 他們因為真的都很成熟 所以我們要比較早 比我們以前啊 要早的話 給他一些正確的觀念 現在的小孩子 真的是比較懂事 而且比較早熟一點 真的喔 那你們會不會常常遇到小孩子 問你一些問題 你們無法回答 目前還好 其實有過耶 他就是小朋友就是 而且是在活動上 其實我也很難回答他 他活動上就問我說 希望哥哥 爸爸跟媽媽生下我對不對 我說對 他們怎麼生的 然後你就當下你也不知道 要怎麼跟他回答 因為在活動上 你還有流程要進行 然後他就會問了這個問題 你就一瞬間就會覺得說 總不能跟他們說牽牽手就生 因為那是 對啊 因為這樣不能夠什麼東西 都騙小孩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做家長的 有時候會滿尷尬的 對啊 其實我知道以後該怎麼回答 因為你的爸爸媽媽相愛... 相愛... 相愛到不行就生出來了 對 其實也可以 對啊 這樣講 你有沒有回答 你有沒有回答 或是孫華這個問題 到目前還沒有 但其實沒有證明回來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問題 你小朋友到一定的年紀 學校老師都會教 對 所以爸爸媽媽一開始 當小朋友還太小的時候 可以不用太正面回答 那我有一次 也有碰過很難回答的啦 什麼 就是呢 小朋友就跟我說 水蜜蜜姐姐 你有沒有男朋友 對 你有啊 我沒有啊 你沒有啊 對不起... 真的 然後我說沒有 那西瓜哥哥沒有跟你在一起嗎 我說沒有 我們只是好朋友 小朋友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說 他跟Happy哥哥在一起 對 Happy哥哥 不是啦 因為我們都有互相主持節目 小朋友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跟西瓜哥哥 Happy哥哥還是香蕉哥哥 那你到底是跟誰 沒有 我覺得都是朋友啊 那很可惜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 什麼叫水蜜桃 對嗎 水... 你... 我還沒講完 水蜜桃好不好吃 你們都喜歡吃嘛 對 你看 水蜜桃是人見人愛的水果耶 對不對 所以說哪個男孩子不喜歡你 可是我要講的重點還沒講到 原來還沒到 還沒有 結果結果他說 沒有跟西瓜哥哥 他剛剛帶你來那個哥哥 一定是他囉 就是誰呢 是... 帶我的... 是那個帶我的宣傳 他是女生的大姐姐 這言下之意就是 小朋友也知道這個 同性也是 不是... 他以為他是男的 他打扮得很中性 他說那... 剛剛帶你來那個哥哥 一定是你男朋友喔 等一下... 太多這種娃娃音 我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冷靜 OK 我好習慣喔 來 請問一下 各位小時候 有沒有做出什麼超齡的事情 我很小的時候差不多五歲吧 就常看我媽媽上班會化妝啊 然後我就會很好奇 然後有一天我媽媽上班不在 然後外婆帶我她又沒注意 我就爬到化妝台上面 去偷她的化妝品這樣畫 偷花之後沒想到 我不小心我就... 化妝台很高 我就... 摔到地上就長這樣 這個超齡在哪裡 這個超齡 這個小孩子通常都會的 超齡就是偷化化妝品 才會穿高跟鞋 對 那你是小時候吃西瓜吃到吐 其實我...其實我還滿... 正常的 對 因為我個性其實很玩熟 就是我很多事情就是... 很多事情 譬如說我很多行為舉止都是 比一般人還要玩熟 我很幼稚 我以前很幼稚 就是小孩子個性 我到現在我家門打開啊 還是看得到很多玩具 就是家裡像玩具 那怎麼叫幼稚呢 你也是嗎 你可以結拜啊 我也是 真的 我也有耶 而且我買很多玩具 都是不拆開的 就是專門擺著去 那這個幼稚 幼稚嗎 因為我一玩我就馬上拆開玩 這是玩 那這個比較幼稚啦 對啊 對啊 有一些是收藏 我是要擺得好好的 我是收藏的 小阿姨有超齡的事情嗎 有啊 什麼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坐計程車去桃園拍戲 真的嗎 超齡... 超齡... 那我也有過啊 我會自己坐公車 幾歲 18歲我什麼 1歲... 不是 1歲 1年級 我很討厭人家撒謊喔 1年級 1年級 那我跟妳講 我小時候呢 就那個跟我哥哥 然後還有他的朋友去唱歌 那我跟妳講 我小時候我還去過舞廳了 對不對 現在要比早熟賽 我跟妳講 我大概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三年級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每天從淡水坐車 坐到士林去上課 每天喔 我小時候是滿超齡的 因為這是父母親的工作的關係 那我小時候就是那種要死兒童 真的耶 我那時候真的在那邊掛一把鑰匙 你有沒有當過這種人 我沒有 因為我們的鑰匙 都寄在那個雜貨店裡 放錯了 因為他怕我搞丟啦 他怕我搞丟 那你小時候有什麼超齡的事情 我不知道 其實你整個人就是超齡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超齡 我記得我應該是四歲左右的時候 我叔叔來家裡 我就會 泡茶給他喝 算不算超齡 真的配 四歲嗎 四歲 泡茶葉給他喝 那個小時候不會哪裡 那不叫超齡 那叫雞喔 你呢 我記得我小學大概四年級的時候 我孤假去賣東西 當公讀室 那很超齡耶 那個我們以前 古代 不是古代 你完了 我跟你講 你真的完蛋 孫公 請說 小時候 小時候我們不是那個 家裡環境比較好 馬桶裡面才會放一顆藍色的那個 藍色的小精靈 對 我是暑假去推銷那個 還有去送那個派報 派報 去塞人家那個信封 暑假 那可是我 我是不行 這麼厚一點 我要發到什麼時候 一期都折十幾張 真的 一個小時就發完 你看一次一張嘛 我就投十幾張 你知道一家公寓八戶 我就去掉一百張 我就馬上投完 投完你還不能太早回去喔 老闆會說你怎麼這麼早回來 這發下去派報最早要去 你要去混一下 對 我要出去玩 溜搭溜搭 然後回來還裝很累這樣子 所以你整個操鱗 是在你欺騙人的那個部分 我個人是很討厭派報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信箱永遠是滿 對… 是你不收還是人家塞得多 我就跟他拚了 你塞啊 我就給你弄到滿 看你怎麼塞 不拿 對不對 我的信箱很正 就插出來的 插出來的 插出來的 而且他怕是有硬塞 還是啊 然後我去 有時候真的受不了了嘛 然後你去打開來看 有沒有電費什麼 一打開 哇 這個很好 對